我这掌声啊大伙就听出来了 比他们那一帮人都热烈 是不是 我就不爱跟他们一块演 你像我这单口相上一个人 回头我拍一个一个人的话剧 雨打沙缠万箭坑 是不是 我带他们对面租一剧院演 他们买一千张票 我买一百张票 我比他们挣得多 他们得那么些人分呢 我用不着啊 他们不用我呀 是一种损失 我现在算半拉名人了 对吧 大半拉 我媳妇啊在这个大街上 做过市场调研 调研我在观众当中口碑怎么样 拦住一个人一问 您觉得方清平怎么样啊 这人一听 方清平啊 吸水性不错 能送我两包吗 拿我当卫生纸了 我媳妇赶紧解释 方清平是相声演员 是吗 我查查 又没带手机 借您手机 试试 又这信号不好 我上那边查去 就走了 天黑也没回来啊 我媳妇之后悔 早知道她去这么长时间 应该把充电器也给她 你说 与这么一媳妇 我能活得了吗 缺心眼啊 我说她 她还不承认 不过我确实 现在也算明星了 算吧 真的 出去那个明星 那些个摆那谱 我都有 不像他们 一把人出来 跟打狼似的 我自己一个人出来 后头好几个助理跟着我 有一助理 拿着一摞 那个小广告 印着我这头像 看见电影杆子 那个厕所墙上 就贴一张 这是负责宣传的 有一次啊 为了给我增加点女粉丝 上女厕所贴去了 让大妈给抓一满脸花 还有一个助理呢 穿得挺破 这手煮一棍 这手拿一盆 里头有点零钱 整天愁眉苦脸 这是给我融资的 这都是我从街上收编的 工作就兢兢业业 就一毛病 看见城管就跑 我还收编了一个大舌头 管账 上头一来查账啊 就让大舌头跟他聊 一上午啊 他也听不出说什么来 对方就给气走了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勤俭节约 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美德 这方面我做的不错 这一年 我节省多少洗发水 还有一洗发水厂 让我给做广告 我说你们拿我开心可不成 他们说真的 让您那先是光头拍一组镜头 然后呢带一个头套 然后拍一个甩头发的慢动作 然后您对着镜头说两句 我自从用了这个品牌的洗发水 我的头发哐就长出来了 我当时很气愤 你们想让我骗人 必须得多给我点钱 我跟他们要五百万 他们说去六个零 给我五块钱 有这么滑价的吗 我说你这也太少了 这不拿我开心吗 他们说您知足吧 我们这一生产线呢 才十块钱 一帮骗子 我平常从来不知道 洗发水是洗哪的 我连剃须刀都不用 我这头发要有头发茬了 让我媳妇啊 拿那个大胶布给扑上 擦一丝 没头发了 我跟我媳妇说过 我说我好歹也是名人哪 我媳妇说了 你以后要再喝酒 我就天天拿胶布沾你 后来他发现了 把我这个头啊 沾得都跟保定铁球似的了 挂不住胶布了 又想办法呀 拿手扇我这脑袋 天长日久啊 我这铁头弓练出来了 他铁刹掌也练出来了 这一扇呢 这金星乱蹦 我不疼 他还挺累 有想办法吧 在那个墙上啊 画一只手 让我拿脑袋撞墙 说就等于是删我了 我一出门啊 楼底下就问了 说你们家怎么老装修啊 整天撞撞的我是 晕头转向 我跟我媳妇商量 能不能说你在墙上画一只脚 我拿屁股找墙啊 就当你踢我了 我媳妇还不同意 我说到这儿 我发现大伙满脸狐疑 你肯定心里你在琢磨 方清平你说的真的假的呀 是不是 我拿杨磊老师的名誉担保 纯属虚构 因为什么呢 真事都说完了 只能瞎编了 以上故事当中的方清平啊 紧代表方清平扮演的方清平 与方清平本人无关 谢谢理解 不过 我爱喝酒啊 这倒是真的 我一喝多了 就上那个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去 没少给我们那儿的交通队创收啊 因为什么呢 我指挥交通啊 是绿灯 我不让他走 红灯我放行 你别看我喝多了 我手势还特专业 那司机听我的 就是挨个闯红灯 如果一人呢 扣六分罚二百 我喝多了 我还指挥人倒车 上停车场啊 我说 倒 倒倒倒倒倒倒倒 好 司机下来跟我急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还不快跑啊 一会儿人家车主来赔钱 对对对 这一百块钱给你保密费 他跑了 我等着车主 车主来了 我说您车让人撞了 车号我记着是多少多少 您赶紧报警 车主说 哎呦 谢谢您 真是好人 那这一百块钱 你买烟囱 我挣了二百 我喝酒 还有一毛病喝多了 失忆 那今年五一嘛 我喝完酒 穿着睡衣啊 我就走了 等我再恢复知觉的时候啊 我发现我在一个山村 有一老爷爷 须发洁白啊 在墙角那晒太阳 我说老爷爷 这儿离北京城区多远呢 老头一听 北京城区 不知道啊 我们买东西都上缅甸 我都到国境边上了 我也没钱 我穿着睡衣怎么来的呀 我老爷爷这儿哪儿啊 老爷爷说这是女儿国 我让那老头给骗了 我听说现在呀 有这么一种人群 喜欢隐居 饿了就吃水果 我馋了吃野兔 我也隐居吧 我也上那山里去了 找了一山洞 我就住去了 住了一个多月呀 没找着吃的 我找那先来隐居的人 我就问了 我说怎么没有水果吃啊 他说隐居的人太多 早就摘完了 也没有野兔啊 连兔崽子都吃了 那你们吃什么呢 我们呀叫外卖 把你吃起来 vibe 爱 monde